江小北你个头啊老子是云顶啊 连主播都认错了还是粉丝 主播在游戏中碰到粉丝是常有的事情 如果遇到真粉丝 主播一般会选择和粉丝合影 然后各自离开 但是如果遇到假粉丝又或者是黑粉 那么倒霉的就是主播了 就在今天下午云顶直播我与假粉丝求饶 遇到这种情况 大家觉得云顶该不该放过他们呢 头上还有 完了 江小北 是江小北吗 对ID好像啊 嗯 嗯 嗯 江小北 主播 我是粉丝 我是粉丝 答案好了 我是妹妹 打个单啊 人家不理你人家打单是吧 妈 江小北的 江小北你个头啊老子是云顶啊 江小北连主播都认错了还是粉丝 兄弟们 你们说要不要打兄弟们 云顶的声线是全网最独特的 对面这个妹妹 以及他的队友因为他的账号名字 而将他错认为谋手拥有近千万粉丝的主播江小北 这让云顶很是纠结 如果对面仅仅是男生的话 我相信你云顶的性子绝对会二话不说冲上去将他们打了 但是现在问题是 对面和他求饶的是一个声音甜美的妹妹 小姑娘 小姑娘还是什么 肯定在打 这这对人肯定在打 我不是江小北你再猜一下呗 我是抖音主播我不是谋手的我是抖音 我就不信 猜不出来必须老兄弟们 我是你粉丝 你是个屁啊 你是我粉丝 云顶模仿的这个声音像吉尔拉比小星 看来他不仅有独特的音色 还具备一定的模仿能力 看样子 对面的这两个敌人好像并不认识他 就是因为他的优柔款 才让突然闯起来的不速之客将他淘汰 顶哥我来打你顶哥 顶哥 我是我 哎那你快走 你快走我要打楼上的 你让你队友救你 你快走 快走快走 我靠 我靠你队友打我 行 坐下是吧 你给我等才让我坐下 我靠 骗我 他骗我兄弟们 我去等死 我靠刚才上一面还说是我粉丝 下一面就让我坐下 我靠 太残暴了 还好这只是他的第一条命 因为他的心软 这种被假粉丝欺骗的情况已经不止发生过这一次了 云顶气氛至极 他的优柔寡断已经让他在海岛吃过不少的亏了 但他依旧记不住每次的教训 而这也恰恰证明了云顶的善良 但是被欺骗的滋味的确不好受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去报仇 当他落地到附近的假车库时 一个火力车已经冲他大摇大摆的开了过来 看来他们这是有备而来 刚落地的云顶还没来得及搜物资就面临着一个满边队的挑衅 他的子弹也已经所剩不多了 他本打算过马路去开车找机会报仇 但是身后房顶突然出现的敌人差点将他带走 这波极限反杀才真正的展示了一个18岁少年应有的反应 他击倒的正是刚刚自称是他粉丝 但却将他送上第二趟飞机的那对敌人 如果不是他的眼级手快 他现在恐怕已经重开下一把游戏了 此时残序的云顶只好开车找地方打烂 他把身上仅有的绷带打完后 就立马驱车返回刚刚的假车库报仇 你们觉得他能否复仇成功呢 就下来吧 我靠 我干的又这么主力啊 我破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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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一万毒币没了 我走你 我走你